刚刚讲到的是就是职场长期的品牌经营的部分嘛 短期的部分呢 我也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 因为其实我觉得面试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个人品牌力的一个场合 因为大家在面试的时候了不起 真的就是两三个小时 也算蛮长的吧 如果你去一间公司 你跟一个你的面试馆第一次见面的话 对那在这个第一次见面两三个小时 短短两三个小时之内 你要怎么样去建立你的个人品牌印象 我们今天也会带来一些资讯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104的玩数据里面呢 我们有统计了一些就是面试的几个最受欢迎的加分项 跟几个千万不要踩的地雷项 所以在公布之前呢 我们先来让大家猜猜看 我先问一下Sarah跟Brian 还有台下的听众朋友们 还有FB的听众们 你们觉得啊 一场面试假设两三个小时好了 你猜猜看 面试官平均花多久的时间就已经决定 他喜不喜欢你了 大家要猜一下吗 Sam你先猜一下好了 我先用我最业余 因为在场有两位比较资深的前辈 我自己的经验 应该是大概一两分钟就会决定 我自己在面试的时候 一两分钟就决定他喜不喜欢你了 真的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蛮明显的是 大概坐下来 然后你可能跟他对个眼 然后因为通常面试官第一句话一定会讲 坐下来对个眼 你这是选女朋友的速度吧 是因为通常面试官坐下来 有些你好我是谁谁谁 那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通常开头是这样 然后感觉大概前一分钟 你有没有抓到他的目光或注意的话 后面的态度我会觉得差蛮多 我就是比如说你你讲自我讲 哎呃 面试官你好我是Sam什么的 然后后面如果他点头如倒算 或者嗯嗯这样的话 感觉应该是对你有兴趣 然后像我也遇过 大概我讲完我是谁之后 他就感觉好像在分析 然后就说啊 这场面试没有忘 所以我觉得一分钟 一分钟喔 一到两分钟 OK好 那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呢 Brian 我会区分一下 如果说今天是社会新鲜人来做面试 好了大概就像Sam讲 大概一分钟左右 或甚至更短三十秒 他一开头讲话 我就可以去评断 等一下三十秒 你这你这会不会太快下结论了 没有没有 就新鲜人其实我觉得还蛮容易判断 他适不适合你这个企业的 他当他一讲话的时候 那一个口条进来这样子 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甚至我有前辈 人资界的前辈有跟我分享说 当之前他们要面试柜员的时候 这个人一走进那个门的时候 他就可以判断 这个人OK 这是感受磁场吗 没错 走进门 就是他走进来 包含了他的穿着 他的服役 他的面相 然后他的 我只能说你们都太厉害了 反应很快 非常的快就决定了 但是我这边也要澄清一点 就是如果说今天是经验行员的话 差不多可能我预估 差不多要10到15分钟左右 因为包含了一开始的寒暄 到接下来坐下来谈话 我们都会要了解一下说 他讲话有没有内容 然后适不适合我们这间公司 这样 对啊 照理说面试不是应该要谈过吗 Sarah你也是这么快吗 我其实也是30秒 天啊 为什么 我先说30秒是因为 其实我们去应试的时候 基本上一定是打开门 他已经坐在位置上了 那我打开门那一刹那 其实我会先观察一件事情是 他有没有站起来 对 我会先看这个小动作 然后我来评断说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分数是什么 所以你很在意 面试官走进去的时候 他有没有站起来 对因为我会在意是因为 声明定就不及格了 直接out 难怪我走工作走不及 但不一样不一样 因为我面试的大部分 可能会是以外情 业务工作为主 对 那你想想看 我们去拜访客户的时候 客户开门进来 你是不是也会 我们面试会站起来 对啊 所以同理而知 就是当我来看这个 符不符合我的时候 我就会先看他的领貌跟态度 这是不用任何的言语 本能反应 对我就会先观察说 这个人到底接不下去 我要评断什么 因为如果他第一个30秒 他是有站起来的 我没有对到眼的 那代表说 我还可以再去对他生根 但如果他这件事情没做 我可能就要想 我会问什么样不同的问题 来表现他可能态度是怎么样 因为我比较重视态度 这个问题 对 我也想echo一下 Sarah这边 其实我在面试的场合的时候 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情 并不是单单的 就是应征者面对面的面谈 我常常最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去帮应征者倒水 代位 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应征者 他们的概念就是说 他们的表现只有在面试的时候 表现好就OK了 但是我希望说 从这些小地方去观察一个人 他是不是 他的一些行为举止啊 然后他的一些言谈啊 应对 有没有礼貌啊 从这一方面去观察 毕竟有小见大嘛 起来有次 所以说我常常就是去帮应征者 来做一个代位啊 然后帮他们倒个水啊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一个观察 其实面试的形式并不拘于说 就是我们在座位上面对面 这样对谈而已 那Brian 如果我要换工作 假设了 我还没有换到这个 假设我要换工作的话 我是不是走进那一间公司的 那个当下开始就要注意我的一切的言行举止 其实我会建议你距离那间公司大概五公里的距离就要开始注意了 五公里 为什么 我分享一个故事 这也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 天啊 五公里 对 因为 连Uber司机也要观察 简单来讲就是要实时的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因为其实你很难去预料到说 自己在这一路上会遇到什么人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最近我们在做面试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应征者 跟他女朋友在我们公司的大楼外面 大概巷口那附近 在做一个就是吻别的动作 Oh my god 对 因为女朋友可能很希望贴心的祝福他男朋友一切都顺利吧 这样子 For good luck的这种感觉 对 结果呢 也很巧的就是被我们的同事遇见了 OK 你们是不是眼同人家 我们是祝福人家 但是确实很尴尬啊 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一点就是去判断一个人 他在行为表现上面的一个参考这样子 对 所以说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在面试的时候要注意到的细节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觉得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那我们面试当天是不是应该单枪匹马 自己也去就好 对 听起来就好像少带人都会结外生思 我觉得单枪匹马也要自己注意一下言行啦 对 对啦 我觉得这个提醒是好事 对 对 谢谢Brian官 经验老到的人资 就是不一样 面试人的 对吗 其实根据1045玩数据的这个调查 面试新鲜人其实21分钟就已经可以知道 你要不要进入下一关 或是企业决定要不要录取你了 平均 根据我们的调查 平均是21分钟 对那2015年 也就是说6年前的调查是23分钟 所以其实这个趋势是有越来越减少的 大概就是在聊天 当然确实第一印象可能像现场的来宾讲的可能一两分钟就可以知道你这个人到底分数起点在哪里 是要往上加还是往下扣 可是真的还是要聊过企业大概花21分钟就知道你可不可以继续下一关 或者是你就此打住 你不是我们要的人 这个是21分钟 那刚刚有讲说让面试加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加分的行为呢 我们的调查是显示出呢 有五个 五个行为是特别可以让你面试加分的 第一个就是你的应对得体 然后态度从容 那你的穿着要适当 仪态大方 这个就是面试的个人品牌 第一个首要的重点 因为在你开口之前 你的肢体语言跟你的外在穿着打扮 其实已经在说话了 已经在被人家打分数了 大家会从你的外在的形象先去看一下你这个人的分数 起点在60分还是80分吗 好那第二个是你要展现出你是很有学习能力的 学习能力强也会加分哦 那第三个是你如果有相关的经验 当然是非常好的 那如果以新鲜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看你的实习经验 那第四个是你要主动发问 并且问出好问题 你知道面试有一题就很讨厌 每次都会问说 请问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对不对 每次必问 对不对 这是必问的 对那要怎么接得好这一题呢 欢迎大家去聆听我们质押诊所的podcast 我们整理出面试十大难回答的问题 其中就有一题是这一题哦 大家可以搜寻我们的podcast 叫质押诊所 就是要怎么样问出好问题 问对了可以加分哦 然后第五个就是主管会评估一下 你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啦 就是你有没有潜能 对这个Brian跟你的经验是否相似呢 就是我们玩数据调查出来的结果 其实里面有一些项目是我蛮认同的 就像是刚刚有提到说 第一个最重要的他应对的这个礼貌 这个是第一个项目嘛 我们当然面试者走进 刚刚有提到说面试者走进 我们面试的那个会议厅的时候 我们看的就是他的 他的一个body language的显示 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服装 比方像我们金融业来讲的话 就是希望说男生是西装 女生就是套装 然后以身色为主 对那如果说今天你今天是穿个牛仔裤啊 这些进来的话 这个在上面就立马就扣分了 对对对 不要认为没有 真的有 而且我觉得特别是金融产业 对 对你们也是一个非常重视这个外在形象的 是啊是啊是啊 大家可以从就是不管是电视上也好 或者是从包装杂志上也好 都是金融产业是非常重视这个服装的 因为他就代表的一个专业 代表一个诚信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 在面试上面我们也是非常在意的 那我想问你啊 就是你们在面试的时候啊 你觉得最让你没有办法忍受的扣分项是什么 Brian 扣分项就是跟我约好了 然后他把我放鸽子 这很严重耶 这超严重的啊 这一定要扣分的啊 对啊对啊对啊 你不是 你不管是不是跟人家约面试 基本上你跟人家的约会 你这样无故的失约 是啊 本来就是一件很让人家不喜欢的事啊 没错没错 而且就是我们在 在比方说跟他约两点钟面试好了 然后他两点十分还no show的时候 我们就赶快打电话联系 如果说他接起电话来跟我们说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会来了 我们或许也觉得也稍微还好一点点 最讨厌的就是no show 然后又不接电话 这个真的是大口粉 这是很恶意的 对对对 Brian那我想偷偷问一下 就是如果我真的干了这种事啊 我是不是致死就跟你们公司无缘了 会不会被什么注记啊 或怎么样 没有直接打入18层地 就是我的履历 黑名单了啦 对对对 没错 会有这种东西吗 基本上来讲 除了我们自己会有一个这样的注记之外 104也有一个非常好的黑名单功能 哦了解 对 这是我们经常会去 经常会去在上面做一些记录的地方 我们会记录说 应征者这一次的表现怎么样 未来如果说 这个应征者有再继续投递我们公司的时候 我们会再拿出来做一个参考 那除了刚刚一开始讲到五公里前就要注意之外 就是这个证实 对对 我之后会注意 不过我觉得这是真的是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104玩数据呢 也有调查出来面试呢 最常犯的五大禁忌 就是五大扣分的行为 我又再一次更新了104的头像 所以再麻烦听众朋友呢 就是往下滑一下这个房间哦 再点一下这个104的头像就会看到面试五大地雷 面试五大地雷呢 就是我们玩数据去根据这个数据分析呢 我们发现说呢 企业果然最讨厌的第一名就是你的面试失约 这个不难想象要我我一定也会不高兴啊 不只是跟人家约面试 任何的约会基本上你no show 你不到又不接电话就是一个很不尊重人的行为 没错 对那更不用谈是要谋求一份工作或是合作 对那第二个是不喜欢一问三不知 这个倒是也没 sense啦 因为你来面试你至少做一点功课嘛 没错 对啊一问三不知 大家就可以知道你的功课前置作业准备的怎么样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来我们公司上班 那第三个呢就是服役不适切 哦但我觉得服役不适切就是有一点难难拿捏 这真的要刻意的去做一些功课学习一下了 对因为到不同的公司会有不同的服役标准哦 不是你自己觉得这样子可以就可以 那最好也是上网去打探一下 或者是到职业诊所 去看一下有一些前辈的回答 因为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在交服役的相关的文章 跟giver在上面都有分享过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搜寻一下 你要去的这间公司 去他们的官网 看一下他们的企业形象照 其实上面非常多的线索 会告诉你他们喜欢怎样的一个文化或是形象 对那第四个呢就是面试迟到 其实迟到跟诗约很像 这就是一个守时的概念啊 对那迟到真的很不OK 但是如果像Sam如果你是遇到真的 比如说中途真的有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话 你以前有遇过这个吗 差点面试迟到的事情吗 因为我其实不是台北人 对我刚好一开始有讲表演 你是台南相亲 对然后我那时候刚毕业刚出社会的时候 其实是从南部搭客运上来台北面试 然后真的蛮辛苦的 我那时候就是有 好像我记得是塞车吧 对然后我就算了一下时间 发现真的是没办法到 一定没办法到 那我就在车上赶快拨电话 给那个跟我约面试的人子 跟他说我真的没办法到 那幸好那时候他也愿意 让我延后这样子 就愿意等我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遇到什么状况 还是提早讲一下会不会比较好 没错 那我想问一下Brian跟Sarah 如果说今天他真的已经有打电话来 跟你讲说他会迟到 你们会不扣他的分吗 我一定等他 对 那会扣分吗 我不会扣分 但是我会先等他 但如果他给我的时间 他没到我就开始扣分 对 OK 我觉得真的是自首无罪 抓到三倍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 我刚刚就在想说这很像什么概念 对对对 就是这个概念 你今天真的有困难 你提早告诉我们公司 告诉人资这边 你把你的困难讲出来 我们都可以理解 那我们就会帮你去做一个助记 就是说OK 你这次没办法到 那同时我们也会跟你想 再问说 那大概你下次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对 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再做下一次的邀约 那但是真的不要 就是完全都不讲 完全不讲的话 那真的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还蛮重要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礼貌 是啊 对啊 另外我刚刚也想到说 除了迟到之外 其实也不要早到 太早到 太早到也是 也会让人家 没错 也是不方便 是的 是的 因为像我们在做那种大型的面试的时候 我们要去布置那个场地 对 那当我们在布置场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有应征者已经来报道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个困扰 因为你太早到了 那我们可能内部有一些沟通的事情 还没有完成 应征者坐在那边 我们也不好意思说 把它晾在那边 我有遇过 就是真的你在忙的时候 他来了 你还要去接待他 然后他就看着你们在布置 对 就会有一种尴尬 那个时候就产生了 那我问一下 这样会扣分吗 会一点点 因为他让你很不方便 是的 可是不然我想问一下 因为之前很多那种 专家 或网络文章 或什么前辈 他们其实都会说 面试要找 我听到的或我看到 他们其实是说要找到 可是你刚刚是说 不要太找到 那中间的麻眠 对啊 其实提早到 提早到5到10分钟 合理 合理 是完全合理的 因为我今天 我必须要提早5到10分钟 到了这个面试的现场 先坐下来 先感受一下现场的一个氛围 然后也可以让自己减低 这个紧张的情绪 这个是绝对必要的 而且就是说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不可预料的一些意外发生 所以说你提早的5到10分钟到现场 这个是绝对是OK的 而且也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今天是有准备过来的 但是不要提早 太早到 比如说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这些绝对都是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而且不会加分 有可能会扣分 是的 因为也许你们正在开会啊 上一场会议 或上一场面谈嘛 是啊 甚至有的时候是面谈主管都还没有来 面谈主管还没有来 那我们公司这边 大家正在做准备的时候 那如果说应征着这个时候来 真的让我们不知道说 该怎么去做一个应对 嗯 然后你们也不会有好的印象这样子 是 好 所以刚讲的第四个是面试迟到嘛 但其实班人补充 不只迟到早 太早到也不好 对那第五个面试的地雷呢 就是你夸大不识 可是我很好奇啊 你们怎么知道他夸大不识呢 基本上来讲 如果说今天一个社会新鲜人 他的样子就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或者是他在履历表上面就只有 一到两年的这个工作经验的话 那但是他跟我们讲出来的东西 就好像是今天已经在职场上打滚了 五年十年的那种工作经验的感觉 那种感觉就会造成说 我们对于这个人 他的一个信任度 会画一个问号 对 这个是我们在做面试的时候 可是他可能是天生 讲话都比较油啊 像Sam吗 我没有油吧 不是 你不是油 但是你就是非常的成熟 对对对 基本上来讲 在银行这个产业 就银行这个产业 讲话太油也是一个扣分的项目 对 我们不希望说 你可能你只有10分 那你自己讲到15分 12分这些 我们都是还可以接受的范围 但是你如果今天讲到30分40分 甚至是100分这样的感觉的话 这一定扣分的 绝对是扣分的 太自满了 对对对 那你讲话太油啊 这些就是缺乏了一种诚信的感觉 那这个在金融业这边来讲的话 也是会被打一个扣分的 好哦 那以上呢 就是玩数据今天补充的几个 跟面试的个人印象相关的数字 那我们来问一下 就是Madeline Mady Mady你今天要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 我们刚刚聊的这个面试的个人品牌 或是职场的个人品牌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也邀请你 可以上来跟我们分享哦 Hello大家好 Hi Mady 该怎么说起呢 这个问题是很广的 是不是 我这边帮你换一个图哦 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有三个主题 你也可以就是想一下 那等一下你准备好 再开麦给我们分享 也可以你点一下我的头像 我们今天其实在讨论的 就是不外乎是这三个 长期的个人品牌经营 跟短期的面试的个人形象的建立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职场上的个人品牌 就是分长短期 其实有几个关键重点 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创业过 然后我也就是回家接班 所以其实我从一直被面试 然后到面试者 我其实都一直重复担任 然后我最近在clubhouse 开始比较常常开房间之后 其实有一些high hunter 开始找我之后 我开始又想要把自己放回职场上 然后觉得说 好像创业者很厉害 但是我如果脱离老板这个身份 大企业外商会不会用我 所以我在身上做了一些实验性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主题讲的是 个人品牌职场界 就是面试的策略 其实我觉得如果是在面试 要注意个人品牌的话 其实真的是只有几个重点 我分享一下 第一个我觉得 我身为面试者的时候 我觉得要做个人品牌 第一件事情 当你去面试的时候 你真的就是很简单 可大家通常都会忘记 我面试十个里面 有八个会忘记 就是你要能够保持微笑 然后你的眼睛 你一定要有eye contact 你一定要看着面试馆的 保持微笑一直吗 对 一直啊 这真的很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讲到某一些重要时刻的时候 你可以不要笑 但是大部分我觉得五六成以上 其实面试官因为面试 像我自己有的时候 我一天都要面试三四个人 所以其实我对会微笑的人 我真的记得比较清楚 然后第二个 其实我觉得面试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其实如果因为我不太确定 在下面是职场新鲜人 还是他是大家面试比较高级的 其实我觉得有另外一部分 是做自己很重要 就是说我通常会用的人才是在面试中 可以讲完重要问题 他可以跟我看看而谈 谈他的价值观 谈他的梦想 谈他的理想 跟谈他平常周末在做什么 因为然后对于你是求职者来说 我觉得给大家一个建议是 如果这间公司你未来的主管 或者这间公司HR 说真的 因为大家是有点像是被配对 是互相审视的角色 那这个主管未来主管 他如果不能跟你聊天 看看而谈 虽然我们被选择 可是我们也在选择这间公司 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放松 把自己当成一个聊天 能够聊天的一个氛围 那这是我啦 我自己会倾向于录取 能够跟我在面试 呈现真实的自己的他嘛 对吗 最后一个最后的提醒大家 其实因为讲到个人品牌嘛 那因为如果HR 或者是面试管主管 他其实每天到面试 好多好多人说真的 以上两点注意到 然后还有第三点 就是那个thank you letter 记得要写啦 其他都 我觉得其他都差不多 可是这第三个细节就是 二四小时写 那因为我觉得thank you letter 有一个几个重点 就是说你可以在 因为你可以 你在面试过程当中 你展示了你的口条 可是你在那个thank you letter 当中你展现出你的书信 的一个文笔的力 然后再来就是 你可以关心一下 去整理一下 你今天跟主管讲的东西 哪一些你没有cover到 哪一些你有cover到 那我自己曾经收到一个 最让我惊讶的thank you letter 是他除了把我那一天的问题 他 summarize之后 就是他跟我对谈 哪一些让他印象深刻的 他 wrap up 他 summarize之后 他提到一个重点 他居然提到 就是他那天注意到 我身上的什么法式啊 耳环啊 哪一点是让他非常非常 就觉得他有注意到的 那我就觉得 这个candidate 他很有观察力 他是可以 跟我有同一个fight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 为同个目标奋斗的 其实我觉得其他的 我看刚刚 就其他的 你们都分享差不多 但是这以上是三点 我个人经验 就是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谢谢 谢谢Madelein 谢谢Madee 我觉得你就是一个 个人品牌形象 经营的很好的人 谢谢谢谢 问一下就是在场的 Brian Sarah跟你啊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一定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可不可以 请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哇 你知道这自我介绍 多难吗 要在短短的 两到三分钟 或甚至一分钟内 我就要把我过去的 丰功伟业 或是我个人的特质 特色有条理 而且还要让人家 印象深刻的 介绍出来 我觉得今天我们 也有一part 就是面试自我介绍的 口条见诊嘛 面试其实有太多 太多可以谈了 这个未来我们 也会在开房间 跟大家做这个交战手册 比如说什么面试 时大常见问题等等 但今天 因为谈到了个人品牌 所以我们想要 针对这个自我介绍的部分 我想要跟Sam 来一个即兴的一个演练 就是Sam 不好意思 我没有先跟你讲 就是Sam很可爱 就是我只有跟他讲说 今天我们可能会讲一下面试的事情 他就说 哦哦好啊好啊 来 我就被骗了 没有啦 就是等一下我们 可不可以 就是你想象过去 你怎么自我介绍的 我们来演练一下 我们在面试的时候的自我介绍 那也请就是 Media Brian跟Sarah 你们觉得我们这样可以吗 给一些feedback 也教一下我们的 Podcast的朋友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自我介绍 是有助于你 哦在这个自我介绍的口条 或是内容里面 就让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Sam其实你放轻的时候 你就用你过去面试的那个 不行啦 你这样突然cue我 我有一点紧张 我有一点讲不出话来 那你先还我先 我先好了 我我我努力回想一下 我之前工作面试的时候 通常都讲什么好了 我就欣赏你是个汉子 好啦谢谢啦 好好好 你你先来 对 我想一想 一分钟嘛 对不对 大概一分钟 其实大概就是面试 会叫你自我介绍的那长度啦 好啦 我我我试一下 那个面试官你好 呃我是Sam 然后我目前是在 那资讯业担任 产品企划的工作 然后我毕业之后 大概到目前有 七年的工作经验 来过零售产业啦 金融产业啦 那目前是在那种 网路资讯服务业担任 产品企划 我过去的专场 其实是专案管理啦 产品行销这些 我之所以会换不同产业 其实主要是因为 我很喜欢做出 可以让很多人用的产品 或者是我带的那个产业 是很多人日常会接触到的 重点会是在于 我很喜欢看到大家 可以因为我规划的新产品啦 新服务或新流程 然后可以让他们改变既有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会从中获得蛮多的成就感 工作之余 我蛮喜欢新的事物啦 然后学习新的技能 像是我今年 比较新 然后比较新潮的尝试 大概就是来参加了几次这种 Podcast加Clubhouse的录音啦 斜杠的斜杠 是 然后会希望有机会 能够加入主管你们的公司 这样子 以上 大概是我 呃 我面试应该去讲这些了啦 好 那你们谁先来给他一点feedback吧 我现在留情 拜托 我现在我先 我有点脆弱 没事没事 因为我 Sarah吗 Sarah先 对啊 我先 好 因为我也是在那个资讯业嘛 不过我觉得 Sam讲得很好啦 只是说 也许可以这样调整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你带过零售产业跟金融业 对吧 对 OK 好 其实零售产业跟金融业的know how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零售可能比较to see 客户端 然后金融业可能比较to be 企业端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有机会 可以在里面去简单的 带一点数字 举个例子好了 以前我有一个 同事 他是写程式很厉害的 可是你知道写程式这种东西 是讲不出来的 就是我只会跟你讲说 我写程式很厉害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我写程式很厉害 所以呢 我们就讨论了一下 我就跟他讲说 也许你可以试着这样说 他说 我曾经写了一个程式APP 然后我让两个部门 总共六个人 把手动的工作流程改成自动 那提高了人力资源的使用率 30% 又加速了客户产品的生产周期 30%之类的 就是你在跟客户 或者是说你面试的对象 主管 在报告的时候 你可能要分享一下 你的主要的专场 提升了什么 然后强化了什么 这样我才会知道说 你过去这七年里面 你到底得到了什么 然后办公司做了什么 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 哦原来是数字啦 数字或是是震动佐证 不然就是我空口说白话这样子 因为你刚刚讲了很多很多 啊是多少 对啊 七年 我想知道你的七年的很多是什么 有些人可能5%他就觉得很多 嗯了解 对 我问一下Mady Mady你觉得Sam这样子的自我介绍 OK吗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不错 但我可以直接分享 我最近是怎么面试的 哦好啊 其实因为我通常面试啊 我就说我自己我不想秀掉 就是虽然我创业又接班 但是我偶尔还是会把我丢到职场里面 然后测试我自己的讲话方式 我其实讲话都是非常快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是HR跟可能 Regional的CEO都在跟我闲聊 我昨天刚好去了一个FMC局 我一分钟几乎就讲完了 因为Paper和我resume CV的 我是绝对不会讲 因为就我会简单的说 我的开场就这样 我说就是Call me Maddy 然后我过去就是在联合国 那我自己有创业 然后我家里有我接班 那其实是品牌顾问跟那个食品的retail 我都有参与 那其实我一直都在每一个公司 我都是担任商务长的角色 什么叫商务 就是Branding跟Digital Marketing 这三个 还有Sales 其实都是我的范畴之内 那我的专场之内 然后我有三个 异于其他商务长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去Leverage 我的不管是二代会 或者是我的商会所有的资源 去带动整个商务 加速它的人脉的连结 造成商务的结果 那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我年轻 所以我的组织发展 我可以很快速的去 Hire年轻的团队 然后我曾经一年 就是从团队三个人长到60个 然后一年后 这个团队的Turn over rate 居然是就是不超过3% 就表示我们60个人 没有超过两三个人离职 都跟我跟很久 那第三个 我在上一份家里 投资的一个互联网产业 其实基本上 我用的是竞争对手 三分之一的budget 可是我的业绩用云 是他的三倍 所以你也是用数字化 对不对 而且你还点列式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我就是调列数字化 所以我在面试 新同事的时候 他只要讲过30秒 在那边讲什么 他讲的东西 Resume CV有一些 我都听不下去 因为你已经看过了 这些资料 有就看就好了 我要你的 你要跟我讲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 因为我常在面试员 所以我自己就是 想要测试 就自己 我就去面试的时候 在我的履历跟CV上 我根本不会写 什么产业 我根本就不会写 就不会讲 不会再讲 就是我刚刚就一分钟 讲完这所有 后来那个 Regional Head 就是就在跟我聊天 然后我就很直接讲 我说我的专场 是什么东西 这间公司的未来方向 有没有我可以帮到的地方 所以你们要为了 我开一个position 当然我的HR 我的 Headhunter 也有帮我 但我要讲的三个重点 是第一个 你的Resume跟CV上 讲过真的不要再讲 不要再重复了 那看了就很无聊 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挑列式的最好 因为表示你的逻辑组织 已经组织过 尤其当你要面试 是高阶的position 你的逻辑一定要好 第三个 因为我不想要讲 那些无聊的东西 它造成它不会跟我聊天 我就是希望它跟我聊天 那我在聊天过程当中 我愿意去把我的 优点缺点都展现出来 让它知道 跟我工作是一个 什么样子的状态 因为我也不会 太想要过度保障自己 对 我觉得Madeline 你这边真的讲得很好 Briant 对 我想echo一下 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的确就是你在CV上面 已经写的 你不要在这边 再跟我重复 可是CV上面写那么多 你们真的会看吗 我们会 我们会看一些重点 就与我们相关的一些重点部分 如果说他今天是有经验的 我们会看说 他相关的同业经验是在哪里 他做过什么 他的业绩表现怎么样 那如果说他今天是 社会新鲜人的话 我们会看说 他的学习表现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 最重要的就是实习的部分 因为现在很多学生 他们都会在进入职场前 先去做一个实习 这是我们会注意的 那我们重点是希望说 能够在面谈的过程中 了解到说 他在这些实习 或者是工作经验里面 他学到了什么 有一些是不能用文字 这边去呈现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在 面谈的时候听到的 那刚刚Madeline也提到说 条列式 条列式我也认为非常的重要 因为条列式可以显示说 你这个表达的东西 你是有经过整理的 那我也可以提醒大家 其实就是说 我们条列式也不要 噼里啪啦 我的优点有十项 我的优点有五项 基本上三点 三点就够了 最恰当的一个长度 这样子 对我觉得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哦还有一点 我真的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其实任何面试 你去看最后的结果啊 其实那个candidate 就是那个被面试的人 他的态度跟个性 永远都比他的专业重要 因为我觉得专业在这个时代 其实大家都大同小异 比的是学习能力的速度 嗯嗯嗯 我觉得啦 哎 Sam 大家给你这么多的 那个建议回归 你应该 下次你可以修改一下啦 就是关于自我介绍 不一定是用在面试上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面行走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能够让人家快速了解的 自我介绍 这是必要的 对就算你不是在面试的时候 也是要准备这样子 去建立你的个人印象 有啦去新公司报到 也蛮常要自我介绍 对啊那面试 面试特别要强调的是 短时间内你的口语表达 最好是点列式 然后刚刚Giverman也有讲说 你如果有一些数字 会更具体 对提醒一点 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 他在履历表上面 因为公司履历表上面 都会写说你的外语程度怎么样 英文 对啊精通 对精通 优 中等 中等 这些都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形容词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你要讲最清楚的就是 我多意是920 或者是我多意是700 500 有这个数字化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去考吗 这样感觉好像有一个分数 我不是在帮多意打广告 或者是有任何测验的东西 有一个数字的东西拿出来 其实在面试官 在做判断的时候 就是非常快速 而且可以准确的抓到 英文的能力 如果有去考的话 最好直接把分数秀出来 没错 就直接写出来 这是最明显的 因为我也遇过 有人跟我讲说 我英文程度还好 不是太好 就一问成绩 900 好讨厌喔 太谦虚了 太谦虚了 对 900 多意900 跟我讲不是太好 对 我就觉得 所以数字真的很重要 了解了解 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衡量标准 没错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自我介绍 应该就会这样 往哪个方向 再去调整 对不对 我知道 可是刚刚那个Mady 刚刚有分享一个 我觉得蛮特别 就是 她是希望营造出 可以跟 面试官有那种聊天的感觉 让面试官愿意跟你聊 那这个我是之前 比较没有听过 这样的一个建议 然后我想问说 那我 因为像Mady 她应该是已经比较 中高阶的登级了 Head Candidate 像我这种 就比较初阶的 那我要怎么拿捏 因为老实讲 我在工作上表现 可能可以讲的 没那么多 因为毕竟我工作经验短 那我要怎么样 让面试官愿意跟我聊 这个Brian 有 你HR可以教我吗 我会建议说 因为你在面试的时候 之前你已经把自己 都已经呈现得很完美了 这样子 那接下来如何去跟 面试官聊天 这是一个艺术 那当然就是 你必须要先跟 面试官这边 搭成一个连结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你可以去问说 那不好意思 请问主管 我今天加入了贵公司之后 如果今天很荣幸的 能够录取了 那我想问一下 未来我的职业发展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 或者是说 那我在贵公司这边 我可以学习到一些什么 其实就是发问的技巧啊 对 就是从这一方面 去跟面试官 达成一个互动 问出一些好问题 让主管会觉得说 你问的这个问题不错 我可以继续跟你聊下去 慢慢慢慢的 有一个这个做开头 后续就可以越聊越多了 好我们回到现场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那个自我介绍的口条嘛 所以Sam这边 刚刚有示范了一下 那我这边也想要 示范一下我过去 这个我是特别特别 去整理的 就是为了今天 想要请大家帮我 见证一下 就是看一下 我这样子的自我介绍 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可以在哪边 再调整的 所以我先来做一个示范 如果是我现在的Lara 对 那我要怎么样 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呢 好那我开始了 大家好 我是Lara 我有两个兴趣 一是对人的想法 感到好奇 二是喜欢说话与沟通 所以我毕业于 政大民族系 我以前呢 在学生的时候呢 我就对少数民族的文化 感到好奇 我想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的 后来呢 出社会之后 我对于消费者的想法 感到好奇 所以呢 我就选择了 做行销的工作 我在网络行销的领域 累积了十年的经验 我就很想要跟消费者沟通 也很想要替企业的产品 说话 那后来脱离了行销的领域 我来经营这个植牙诊所的podcast 当植牙诊所的主持人 大大的满足了我这两个兴趣 因为我可以了解更多来宾 跟听众朋友的想法 也可以在clubhouse上面呢 跟大家沟通 我觉得很满足 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绍 请问一下 这样还可以吗 天哪 好可怕哦 我终于了解你的感受了 对啊 你就突然cue我 而且你刚刚还说 你有偷偷准备对不对 对 你不能这样赢我吧 你下次要准备要先跟我说好吗 我刚刚有 不小心讲了一下我有准备了 对啊 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不起对不起 我觉得有准备更紧张 不是啊你这样子就高下力判 有没有觉得我好像就是 对就乱讲 麻烦大家边小力一点 所以你们谁要先来 我这边我这边来回馈一下 好好好 这样OK吗 OKOK 我觉得Laura的自我介绍 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大家可以从她的自我介绍里面 了解到说 她从个人兴趣出发 然后延伸到她的 然后还有她的工作经历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在面试中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场 那作为一个影子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让面试主管 在第一个时间之内来认识你 同时呢 你这个自我介绍 也可以帮后续呢 做一个铺陈 比方说接下来面试主管可能会想要问Laura说 那在你十年的这个网络行销经验当中 你作为消费者跟产品之间的一个桥梁 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收获啊 心得 以及就是像现在经营这个Broadcast跟Clubhouse 满足了你个人的兴趣 那是不是这个期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成就 或者是说你有没有一个那个遭遇什么挫折 那你怎么去克服 这个都是可能之后主管会从你的自我介绍去引申的一些面试的问题 那我觉得说你在准备你的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说当主管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的去做回答 所以我不用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就全讲吗 不用不用不用没有 OKOK 对自我介绍都是像帮主管去开一个门 你如果全讲了 或许主管就不知道后续要跟你聊什么了 就可能你自我介绍就十分钟了 没错没错 找超久的 对对对 要提醒的就是说 其实在Lara刚刚讲的这个自我介绍里面 其实可以再做一些优化的部分是什么 就比方说你可以在自我介绍里面融入你的个人的优势 怎么样融入个人的优势 就是你可以用一句简洁的话 把你的强项 你工作上面的强项放在你自我介绍里面 让主管快速的可以抓到你的优点 比方说我相信你在你的这个工作十年工作里面呢 你的统整分析能力跟你的沟通协调一定是你的专长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项目放到你的这个自我介绍里面 来让主管抓到你的优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加强主管对你的印象 因为我相信在你的这个工作经验里面 你一定有做过一些比较大的客户啊 或者是比较优秀的案子 把showcase放进去 是是是像你的这个工作优秀的表现 你放进来之后呢 主管就会对你的这个印象会加深了 甚至如果说主管就跟你举的这个案例 有一些交流的话 那你们就有找到彼此共同的一个话题 这个也是一个好的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你要将你的自我介绍 跟你今天要来应征的这个工作 产生一个连结 那如果说你产生了这个连结之后 你就可以告诉主管说 因为我今天具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 因为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工作经验 所以我能胜任我今天来应征的这份工作 笔记下来 赶快笔记 对 因为我刚刚是没有设定我要应征什么工作 所以少了这个连结 可是如果是要去面试某一个特定职务 这是必要的 是是是 要强化这个应征的连结 建议每位求职者都可以在面试的之前 去想一想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可以跟你今天应征的这份工作 产生一个连结 除了刚刚就是 Medi跟Sarah 都有提到的数字跟点列式之外 你刚刚有讲说 showcase也是一个很好的 自我介绍的破题法 没错 因为像我刚刚 我刚刚的自我介绍 我其实在家里想很久 我只是想要设计一个 让人家留下的印象 就是我有两个兴趣 我对人的想法很好奇 然后我又很爱说话 是是是 对 可是我没有放showcase 对 也没有放数字 对 所以如果真的要apply一个工作的话 其实是要加上去的 是的 对 我会真的是这样一个建议 而且如果说你今天还要再加强主管对你的印象 你除了用说的之外 你可以去秀给他们看 就如同我之前有在我们节目上面讲的 就你在面试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你的作品集去秀出来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好 那你有要补充的吗 或Sarah 我先好了 我不晓得Lauren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就是其实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我们想要做一件事 就是让主管认识我 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 他认识我 所以除了我们刚提到的 比如说外在形象之外 我觉得啊 价值跟价值观也很重要 好 比如说刚刚你有提到说 你喜欢做行销 你想要替商品说话 好 就是价值观 其实想要表述的 就是说 我这个人在追求 我所在乎的事情 所以像你以前的工作经验 你喜欢替商品说话 我相信你会花很多时间 在沟通跟协调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商品是怎么做的 你要知道你的客户是谁 要卖给谁 所以这中间 你要做很多的工作 去跟不同的部门沟通 了解 你才可以卖出去吗 那想当然而 你在这过程当中 你就会让人家知道说 你的价值观可能是 你是很积极的 你是很正向的 这是第一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你想要呈现出来的价值 比如说像刚刚Sam有提到的 或者是Mading他有提到的 他做很多事情 就是在跟高阶主管聊天 他为什么要聊天 因为他想要让高阶主管知道说 他能够创造出来的价值有哪些 比如说整合能力 组织能力 或者是他可以替公司 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这些都是我们觉得在职场面试 或者是说你的个人品牌创建之外 价值跟价值观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晓得Bride这边同意吗 我非常同意 价值跟价值观是代表我个人吗 OK 聊字 那Madee这里呢 有要补充的吗 其实是跟从刚刚你讲的 我听到几个你的乐情 然后你的自信 还有你是一个学习能力 跟coordination很强的人 可以要是我事情 会再加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你说你对人的好奇 还有喜欢网务行销 我说实在 我觉得网务行销它很大 你从PR SEO IG FB 投广到文案 video 每边活动 这些全部都叫做行销 那我会举一个example 然后很快 比如说 对对对 那个showcase不是刚刚 我的想法有一点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说 我对人的好奇 所以我其实开始做PR 这东西 然后可能会加说 OK 那我可能两个月 进那个clubhouse 我帮伊林斯造就了 多少的粉丝团 到最后我会讲number 因为到最后很多行销 如果你因为你想制造一个position 所以其实已经展现出 你对人价值 软实力都没有问题 但是真正会老板 我觉得真正主管 会不会hire你的是 你的逻辑 加上你的软实力 就是你对数字跟结果的那个追求 那这些东西 他不需要做 他从你的逻辑 讲话过程当中 他是可以看出来的 感谢各位 就是让我可以更精进 我的自我介绍 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去应征工作的话 确实这些都是要有连结的啦 因为毕竟大家在选材嘛 在招募的时候 看的东西会更具体一点 特别是在专业的呈现上面 好 最后呢 因为我们其实房间也到了尾声了 所以我们最后呢 大家总结一下 经营个人品牌的几个要点吧 也快速的就是 让在场的听众呢 summarize一下 那我这里呢 其实有整理了大家 刚刚讲的几个重点 在职场上的重点 我在职场上面呢 刚刚听到的就是有三点 我们刚刚 Brian有讲到了 点也不要太多 对所以我就现学现卖了 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 今天在职场上面 长期 如果你是在职场的 长期的个人品牌经营 哪三点呢 第一个呢 就是不要抱怨 不要八卦 我倒不是说 你不可以有负面的情绪 而是你今天流露在外面 你希望大家看到你的哪一面 这个就是尽量 少抱怨跟少八卦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对品牌最伤的 那你说我们在办公室 怎么可能不聊一些 批评的话语啊 或是抱怨的话语 当然那个是正常的情绪发泄 但是说真的 办公室它毕竟是一个江湖 对哦 特别是擦水间 对真的是江湖 对 它跟你跟你的好姐妹 手帕交 闺蜜 好兄弟 去外面喝一杯 吃个饭 吃个饭的聊天 是不一样的 嗯 对 所以既然是在 工 呃 办公的领域 办公的场合嘛 是 对那我们今天要经营的 叫做职场的个人品牌 那它就有一点 是公众形象了 嗯 是 对 所以少抱怨 跟少参与八卦 确实是一个最最好的方式 如果你在刻意的 让你的形象是好的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哦 刚刚Brian也讲了嘛 为什么你会觉得 你的同事黑冷 正面形象很好 是啊 对 所以其实是做到 少抱怨跟少八卦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态度要亲和 我们有听过四个字 我自己觉得很妙 理直契合 嗯 因为刚刚FB有 王志源 这个王同学啊 有发问说 啊可是如果我做的工作 其实是很尴尬的 就是有时候 同人可能 很容易得罪同人的 嗯 那我要怎么样建立 我的个人品牌形象呢 就是你 那你态度可以亲切一点 哦 可能你做的事情很硬 但是我们的 你知道 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嘛 对 或许你在平常的社交上面 你可能就是 亲切一点 哦 有礼貌一点 或谦逊一点 我想伸手不打 笑脸人嘛 是 对 所以这个也是 刚刚听完大家之后 第二个重点 那第三个重点 如果你真的 天生就是个硬汉 是一个很耿直的 直男直女 你不知道怎么样 态度亲和 你就是非常有个性 要做自己的话 那第三招也是 教一下大家 那至少 你要有幽默感 嗯 或者是 天生幽默感缺乏的话 那你就面带微笑吧 对 因为我相信 大家在共事的时候 会比较喜欢 笑容挂脸上的 哦 如果像Sam 你说你的天生臭脸 的这个案例 也很明显啊 其实 你或许不是 真的心情不好 你只是忘了微笑 对啊 我平常就真的只是 没有情绪哦 然后人家会说 Sam 你今天心情很差 或者是你还生气 你只是忘了微笑 就会让人家误会 你 你好像低气压 真的 对 所以 如果你 你事实的 有一些幽默感 因为像以前 我的业务主管啊 他就跟我说 怎么样跟客户破冰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 我们去跟客户更难 更难去打开这个画夹子 因为第一次见面 对 而且客户都会防备心很重 他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在现场破冰的前 五分钟 你有办法让客户笑 我跟你讲 这一单 进的机会很高 嗯 所以我们的 我跟过我的主管 出去开发客户 或者是提案的时候 他真的都会很自然的幽默 不是刻意搞笑哦 他就是能够说到 客户只要笑了 这个信任 就建立起来了 是 这个隔阂就跨过去了 没错 对 所以我觉得幽默感的 这件事情是一个 很重要的职场上的 一个个人品牌的建立 那无关乎你的本性是什么 因为刚刚 Mady也好 或者是刚刚的 Rovan也好 刚刚有上台分享的来宾 就是你要 你不要离你的本性太远 我们今天不是要你去 扮演另外一个人 我完全要你 不像自己也奇怪 对 因为必见日久 见人心嘛 是 对 但是幽默感是 不管你是 什么样个性的人 这个是可以练习的 就是如果我真的 幽默感缺乏的话呢 那至少我面带微笑 这个应该是 大家都做得到的 对 我们在职场上行走的时候 大家也是喜欢看 笑脸迎人的人嘛 是 所以刚刚也是帮大家 整理的最主要的三点 那面试的 个人品牌形象 建立的三点就是 你的讲话呢 要有数字 要具体 你的自我介绍 把你过去的丰功伟业 要点列式 大概就是用三点来做总结 也不要太多 要具体 然后再来就是呢 你要能够举例 或者是 你要能够呈现你的价值观 所以今天的个人品牌的 就是不管是长期的经营 或短期的经营 大概总结收纳为 这各自的三点 让大家可以带回去参考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大概在这里 就要告一个段落了 非常谢谢Maydy 那也谢谢刚刚上台的Rovan 还有现场的Brian 跟Sarah 还有Sam 真的今天没有要因你啦 真的吗 我一起觉得 对啊 FB的王志源同学 网友 他说其实你的临场反应不错 对 有获得称赞 有获得称赞 谢谢这个房间里的大家 感谢各位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内容的话呢 也邀请你到Apple Podcast上面 帮我们打新评分和留言 我们会非常感谢你哦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别忘了 一样欢迎你到 职业诊所的社群平台上面 来做更多的交流和讨论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 拜拜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